我觉得品牌的一个创立 等于是一个企业文化 或是企业负责人的一个延伸 那也就是说有别于他人的一个印象 让消费者能够记得你 那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品牌的话 就能够创造企业的附加价值 并且让更多的使用者认识你之后 让企业能够永续的发展跟经营下去 这是我个人对于品牌的一点点的认识这样子 刚开始其实对于品牌很陌生 到底要怎么去经营才算是品牌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我们也有一些困扰 那幸好有一些政府单位 还有一些辅导顾问师在帮忙我们协助我们 从品牌的核心价值 包括品牌的定位以及各项的一个市场调查 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去把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跟定位把它做好之后 然后把全体的同仁凝聚共同的共识 然后再来一步一步的将我们的品牌的行销让更多的人认识 当然我们公司的品牌才刚起步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不断的一个活动或是我们的一个坚持 然后让我们的品牌能监督 以及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这是我们这一两年来的一些努力 谢谢 也很感谢台经验 在我们前年对我们的一个辅导跟一些协助 那在这段期间 我们公司的老实农场的品牌是刚成立而已 所以在一些包括一些企划 包括活动 包括一些品牌的一些价值 刚开始还很模糊的时候 就有顾问师来辅导我们 让我们很顺利的就能够把这些建立起来 然后也在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给我们提供一些良好的建立 顺利的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行销 那也开始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我们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行销